最近比较火爆的一个娱乐节目,蒙面唱江,简直就是镇压群雄。 这个经典的娱乐节目,由于众多的演员和老歌手的出现,也是让节目带来了闪亮的星光,无疑成了最近娱乐节目中的一匹黑马。 而就在最近一期的蒙面唱江中,请来了一位久违见面的老歌手,他就是周慧明,曾经的玉女掌门人,只见刚出场的周慧明一身霉红色套装来到了大众面前,而头戴一个千纸盒的盔甲帽子,仿佛就像一只霉红色的千纸盒,温柔的飞到了人们的面前一样。 这般温柔,这般熟悉的感觉,而周慧明的出场,带给大家的是和大家为合作的一首恋爱达人。 不得不说,曾经这首原唱是小F和罗志祥合作过的恋爱达人,两人唱出来姐弟脸的感觉呢,真是似曾相宣,但是又想迫不及待,见到本人真面目的冲动啊,而周慧明也是以化名松明一只千纸盒,引起了人们的热计。 这位女神到底是谁? 而就在评委席上的女主评委也这样说,看着这个背影怎么这么像周慧明呢?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她,而且她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。 我不然,当日女掌门人独唱,玩了自己的一首好久不见之后,慢慢的也是揭开了真人的面纱,就是她,周慧明。 女主评委非常的惊讶,而且高兴,真的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啊,还是那么的漂亮,简直没有一点时间的痕迹呢,为什么保养得如此好? 不仅是周慧明的身材,就算是她的唱功,还是和原来一样温柔甜静。 不过当周慧明唱完了这首好久不见之后,得到的却是不少网友的质词和调侃。 而作为本身国语发音,就不准的周慧明,来说在唱歌这方面仿佛有点出入的,先前的她也是比,屁不分,而且非常的明显能够听出来,直到现在还是一如既往。 所以,有很多网友纷纷说她的唱功不行了,毕竟今年已经51岁的周慧明来说,到了游泥中年,而随着显如今引荐名声大小不同的歌星来说,或许周慧明的这种唱法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了。 不过不得不说,作为一个今年已经51岁的女艺人来说,身材保持得这样好,也是杀费了不少的苦心了,而且嗓子保养的也是这般好。 就算是平常人,到了这个年龄还会什么呢? 或许在饭后来个广场舞,或者溜溜走,喝喝茶,甚至就是看孩子逛超市吧,但是周慧明不一样,女神就是女神, 女神就是女神,与众不同,而周慧明本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的娱乐节目,所以在节目现场也是不乏的有些许的小紧张,不停的在撩头发的她,仍然能看出她的安心和随和,还是那么的静态美,真是娱乐圈,难得一股清流啊。 周慧明参加蒙面畅香,身材颜值不输当年,杨沙一种当红小花蛋,不知道在看文章里是否还喜欢曾经的玉女小门有人周慧明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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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